今年大學學測成績單今年幾發 全台滿級分人數295位創下歷年新高 頂標、均標和底標都比去年上升1到2級分 大搞中心表示 因為考題穩定 數學科又比往年簡單 今年考生徵選報名 可以評估選田比往年還高的志願 228連續假期即將來臨 交通部今天公布國道交通疏導措施 包括2月28日到3月2日一連三天 晚上11點到隔天上午6點 國道免收費 並取消平日20公里優惠里程 採單一費率 長生75折優惠 希望有效輸解有路高速公路的車潮 台北市信義區 金船有微爆彈 地點在松蓮路上 興建中的南山人壽大樓 軍方防暴小組緊急到現場處理 研判是二次大戰遺留下來 重達500多磅的空頭炸彈 在確認安全無余之後運走 結束一場虛驚 台鐵今年以嘉義大林和屏東歸來兩個戰民 推出達林歸來的情人節套票今天開賣 名片式的車票上還首度用英文印上大鱗血印的Darling 也因為有期待情人歸來的意義 限量3500套 不少民眾開賣前一天就頂著低溫來排隊 新房的電視爭議報導 感谢观看